舞者好累 人生再世世不累 對吧 白白非常有印象 幹 你打播 好了沒 我是白白 那我這一次呢 在劇中飾演的角色是 解謙老師 原本就是有考慮過就是三太子這樣子 然後有試給導演看 但導演可能覺得那樣子有點 太浮誇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沒有選擇這樣子 我的麻吉四個鬼 先生貴姓 許先生 大家好我是玉芳 這一次我在我的麻吉四個鬼裡面 客串了一個婚友社的老闆娘的角色 請跟我來 我們就是國安問題最大的解決 方案 我在設計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是不知不覺把我媽媽的形象放進來 講話的內容裡面 我會偶爾露出一點點 台語的尾音 不然你是在 類似這種很可愛的 對不起 這是我的第一部電影 余景天給我的感覺就是 陰天 他應該叫余陰天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其實在這部戲裡面的場子不多 但是有蠻多場都是遇到下雨 第一次殺青就是拍好拍滿 拍滿了好幾個小時 16 16 哇 那其實我跟 跟雨薇兩個人在討論這對兄妹 為什麼我們到這個階段會變成我是這樣的個性 就是兩個人一起把這個東西給建構出來的 余景天 爺爺還有嗎 那其實小英很愛這個哥哥 但是他心裡上其實有某一層面也有一點 沒有辦法接受他哥哥老是這樣子添麻煩 所以這個心情很複雜對哥哥 每一個人真的特質都非常不一樣 全聯先生 我跟這位是Michael Jokersen Michael Jokersen 你知道嗎 蛤 噢 嘻嘻 我的馬騎四個鬼第39天 嗨大家好我是邱彥翔 舒豪哥也蠻有印象的 那個精神科醫生 對表演那個熱忱 還有他們準備戲的方式其實 真的都很特別 我完全沒有覺得我來拍片 就是來玩的 我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 對但我覺得 這部戲跟我來客串這個嘗試 其實就是應該用這種心態 對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片段 每天都跟著我 又上火的聲 你以為走上絕路 卻被鬼推上岔路 曾建華 邵雨薇 暑假壓軸最雖小的故事 我的馬騎四個鬼 現正熱映中